第二輪四國賽 加油了 各位 來 請看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 又是選秀冠軍又來了 一定沒有想法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他這個選秀冠軍 入圍了四次喔 答案是三個字 我知道了 三個字的人名 你又知道了 答案是三... 我猜一下 笑... 你太突然了吧 我猜一下 因為我覺得等一下 就是第三應該有決定性 但我覺得我現在心目中 有一個人選 我先猜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猜 說 他有入圍四次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入圍很多次 許家瑩 答對了沒有 原地保持呼吸 這一題 這一題跟你無關 三個字 第三個提示請看 他會唱主題曲 好多喔 什麼的主題曲的人 有嗎 還很多嗎 很多 盧學瑞 林宥嘉 他唱過什麼主題曲 最近是我們與他有距離 對 對 然後以前還有兜圈 一把親 對 一把親也他唱的 一把親還有 對 然後就是那個 畢群女瑞 林宥嘉 答對了沒有 恭喜答對 剛剛又不正在答案 請 來 盧學瑞的久永哥攻略賽 請就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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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位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是 動態藝術學系 對 其實那個學系很像經常就是 跟表演有點關係 他其實有點像是表演藝術 類型的東西 然後他有分很多組 然後我那時候是在 模特兒組 我們也沒說什麼 但是還安靜的 不會啊 誰沒有過去 是 我也受過 對 我也是 模特兒組 對 對 對 那個時候是模特兒組 來 量身打造的題目 請公布 他的酒用科提琴分別有 阿美族喝酒 你的興趣囉 沒有 我也是 阿美族 也是強項囉 還不錯 小兔兔的生理 你養了超過十年的兔子 對 乖了 日本的SUMO 你很喜歡看 從小 是不是跟身材有關係 小時候很瘦 現在才變兩個盧學瑞的 行腳世界你主持過 米老鼠好朋友你喜歡 對 腸胃病近吃你有吧 對 我腸胃不太好 對 這樣吃吃喝喝怎麼會好 起司蛋糕 你也愛 皇帝氏酒 四分鐘準備倒數 請選擇弟弟 第一個我就選擇 阿美族喝酒好了 阿美族喝酒 對 請出題 題目 阿美族人在年紀上會喝酒 其實喝酒還象徵什麼意義 A 責任 B 祈福 C 有疑 我的答案是A 責任 請 鎖定 那為什麼是責任呢 喝完酒誰還有責任 不是 那個 像我們瘋年紀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附落 我們就會有 就是會敬酒 敬長者酒 然後如果他的費分 對 如果他的費分是越高的 我們就會 越低 對 代表一後面是接地氣 然後第二呢 他就是地位崇高 他是有負責在保護 就是我們的族人朋友 請揭曉 請揭曉 恭喜你 大家以為呢 都會覺得說阿美族的朋友們 好像很愛喝酒 在這個瘋年紀的時候呢 會毫無節知地一直亂喝 事實上不會的 而且呢 也不是人人都一定能夠喝到酒 因為這個酒呢 是要祖宗的長老給他 他才能夠喝 而且在喝的時候呢 你還必須要非常的恭敬 一滴都不能夠落下 這代表著 你把它喝下去之後 你會承擔起 對全族的責任 所以呢 能夠得到這個次酒 然後把它喝完的 這一個動作 是一個無上榮耀的象徵 如果呢 你還在這個祭典裡頭 喝酒鬧事的話 可是會被驅趕出場的喔 第二題 應該有點難吧 切影助提 為什麼日本的相夫選手 在比賽開始前 都會先朝場地撒鹽巴 A 去鞋儀式 B 止滑效果 C 威嚇敵人 你應該知道吧 我的答案是 虛鞋儀式 請鎖定 A 現在沒有我的選項 我二十年前就聽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我們不能講太清楚了 就是黃金傳奇 當時在日本就出過這一題 那個圖表 你知道嗎 那個圖表 當時都是農莽 圍著那邊開始彎 可是這個地方圍起來 這個地方一圍就差不多這麼大 對 差不多就這麼大 可是這圍起來這個地方 因為怕受傷 因為會有人摔啊 屁上磨蹭啊 撒鹽是為了消炎 是 以免傷口發炎 它這個是有這個效果 當時聽到這個答案 不在裡面 對 所以你是猜的還是 算是有點猜 可是他們前面的時候 他們都會站在兩側 然後就會有灑鹽巴的動作 就正式開始的時候 抓一把就很灑 對 對 就是灑的那種開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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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這應該就是一個驅鞋的一個儀式在 請介紹 恭喜你們 這個項目選手他們要下圖表之前 都會先灑鹽 的確有兩重功效 第一個就是驅鞋 第二個就是消毒 那在驅鞋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在進去灑鹽之前 還會有一個四股的動作 就是他的左右腳會抬起來 輪流蹬地 那這個也是要驅除邪靈 還有包含灑鹽 都是要驅除邪靈 向神明祈求 自己能夠有好的表現 而另外 因為鹽巴 它可以有消毒的效果 如果在裡頭跟其他的相撲選手 打了以後受傷之後 你剛好倒在地上 就可以用鹽巴 即時的幫你消毒 所以也有這樣的一個功效存在 而每當要進行這個打相撲的期間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個灑鹽的數量非常驚人 光是一天當中 居然可以撒掉45公斤的鹽巴 一萬塊在門頭 好 第三題 第三題 那我就選 小兔兔生物 請注定 題目指 狗公靠吐舌頭散熱 那麼請問兔子 是靠哪個部位散熱呢 A 耳朵 B 腳掌 C 尾巴 我的答案是耳朵A 請鎖定 揭曉 其實兔子呢 它能夠適應的氣溫 大約是要在27度 攝氏27度以下 它通常甚至能夠比較 覺得比較舒適的 一旦超過這個溫度呢 兔子就會覺得非常的熱 因為它全身上下的這個汗線 非常的少 所以兔子主要的散熱 都是靠耳朵 還有它的這個口部 來進行散熱喔 那因此如果你有養兔子的話呢 如果你去碰下它的耳朵 如果摸起來是過熱的狀態 代表它可能正在一個 可能有點要中暑的情況了 所以也可以建議大家 你可能平常 在處理兔子的時候 夏天可以幫它剪毛 或者是把它放在瓷磚上面 或者讓它有一些更好的 散熱設施 都可以讓你的小兔兔 感覺更舒服 恭喜得到一萬元智慧金幣 謝謝 這個表現非常的好 男生的水平 還是比較優秀喔 優秀 水平都好 我剛剛那題真的很難喔 第四題 那我選米老鼠好朋友 你很喜歡米老鼠為什麼 其實以前有一次我爸就送我一個 米老鼠的一個 類似這樣拼圖 我就說爸爸為什麼會送我米老鼠 他就說我笑起來 其實很像那個嘴巴的部分 米老鼠是全世界 兩隻腳會走路的老鼠裡面 最有名的 對吧 對 那兩隻腳會走路的鴨子呢 最有名的是 套鴨 所有鴨子都兩隻腳走路 被套路了 被套路了 放輕鬆一點 放輕鬆一點 專注力還是要有 放輕鬆也是要有專注力 好 米老鼠的好朋友 請出題 請問一下 烈米老鼠身邊出現的好朋友中 誰最晚出現 A 米妮 B 糖老鴨 C 高飛狗 漂亮 誰最晚出現 我的答案是 答案是 A 米妮 請鎖定 我是高飛 妳是刪去法對不對 對 刪去法 妳第一個刪掉的是哪一個 第一個刪掉的其實就是 唐老鴨 我兩個都刪掉 我一刪就是唐老鴨跟高飛狗 就覺得米妮應該會比較慢 才出現 後來大家關心到她的感情生活 對 後面才有一些情感的糾葛 但前面應該還好 就是米老鼠好朋友 米妮喔 是她最晚出現的好朋友喔 請介紹 米妮米妮呢 是同時出現的都是1928年 那麼在四年之後呢 才又有了高飛狗 一直過了七年之後 才有唐老鴨 那唐老鴨第一次出現 大家對他的介紹呢 就是米老鼠的好朋友 不過有很多人很好奇說 為什麼米老鼠不穿上衣 唐老鴨不穿褲子 所以因此呢 這唐老鴨剛出現的時候啊 甚至在荷蘭 還禁止小朋友看唐老鴨 因為覺得他不穿褲子 會尬派他哪大小 嘴聲音真的是誰知道啊 太難了 一萬元的嘴聲音 可以得到什麼獎品你知道嗎 拿起來 恭喜同學也得到的是 這裡有鍵盤 這個是以打字機會原型的設計 極致順暢的打字手感 而且是真名牛皮的表面 復古原型按鍵 可以展現品味跟公益時尚 非常好 忙進行夏韋娥的資格在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哦